我们今次主题讲到 靠主不被命运摆露 大家可以用二维码可以掃到的 掃到之后有什么用呢 放在手机可以向人传呼音 我想大家练习 分组的时候练习什么呢 练习就是说 你就算用其中一张、两张、三张slide 来和别人解释到 我们不用怕 我们的命运不好的 有耶稣的命运是神会祝福的 那为什么我会强调用 用圣经、经文的slide 因为很多时候 那些人就会传呼 就在那里聊聊天 就是聊聊聊聊 聊聊很多东西 聊很多东西 总是没有用圣经 所以我就想大家练习讲圣经 练习讲圣经是越讲越流利的 譬如有些人曾经教过主一学 如果有教过主一学 会发现这个经历 初期教不是很懂得讲的 可能懂得不太懂 越讲越流利 甚至将来 甚至没有人教过他 他都懂得去解释一些经文 那这个就是解释圣经的进步 因为我们中间很多人 聊聊聊天就很容易 就是跟人聊聊天 传呼 但是有时不懂得用圣经 所以我就鼓励大家 在里面有些经文 大家尝试一下用 当然这个PDF里面 也有些普通的图画 帮助人了解我们人实际的情况 但是你不用用整个PDF 但是起码 一间分组的时候 起码你拿其中一张至三张的文章 拿出来和人分享 在小组里面分享 让你练习一下讲 这样你将来就可以 越来越流畅地讲圣经了 首先我说 就是很多人被命运的观念影响 这句话我相信大家也听过了 也有些放在歌里面 命里有时终须有 命里无时莫强求 就是说有些人命好 你这么有钱 但是有些人他命不好 命不好的时候就好像觉得很惨 有些人就觉得我命生得不好 怎么办 人家生的命这么好 人家都不用做 都已经有钱了 我做的都是赚不了多少钱 于是有些人他就觉得自己命运很苦 但是如果我们知道 原来神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生命中 都有奇妙计划 他会大大祝福 我们就不用怕命运了 不用怕命运捉弄我们 很多人事情不顺利 就会总是觉得自己的命运不好 就会很烦恼、担心 比如有些人家人不和諧 容易闹嘲 夫妻关系不好 子女关系不好 或者事情不顺利 或者有病 或者失眠 所以当他在这个情况下 他就觉得很命苦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 就是觉得命苦 就觉得那条命好像被困住 好像在苦虜之中 最严重的后果是什么呢 以后就没有朝气 没有动力 出不了那个环境 永远在这种状况之下 其实有些人的状况 不是那么无望 不过他因为他自己觉得 那条命苦 他就以后被困住 以后都出不了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认识 一些人是这样的 哎呀我条命好苦啊 老公又不好啊 子女又不乖啊 这样那样 很苦老的状况 我们都给他知道 其实有些人 他越是想命苦 他就越苦了 这个英文叫做 self-fulfilled prophecy 什么意思呢 哎呀我都很惨的 这好像有一个预言 那他真的一条命表很惨 他不是这么想 他未必那么惨 但是他说哎呀我也是很惨的 那他越是这样想 就越是惨了 这个self-fulfilled prophecy 就是自己应验的预言 那有些人就很担心 很怕不幸的事发生 于是就用很多方法了 吹吉避空 希望吹吉避空 那就扮偶像 风水 占卜 好意头的说话 那就转运 或者八八 大家看到的车 八八八 那就好像 就是好运点了 但是其实这些方法 到底有没有效呢 那些人和人的算命 是不是真的他的命那么好呢 如果他的命那么好 都不会坐在街边 和人算命 他自己算好自己先 其实很多人 每年都走去 拿个风车 风吹吹吹吹 是不是风吹吹 就会转运呢 有没有把握呢 其实这些都是 只是一种盼望 希望 但是我们的神 是掌管一切的 好奇妙就是神 为每一个人都有奇妙计划 有些人说我真的很惨 但是很惨 神都可以将你的前路改变 譬如我自己 你可以说很惨也可以 我小时候 我家里有人赌钱 我周时买一些东西 回来 一会儿找一下 找不到 我还记得 有一个同学 在我们聚餐会 他也跟我说 他说什么呢 他说新年那天 你还穿着夏季校服 在街上走 我当时没有告诉他 我忘记了 我没有告诉他 如果下次我都可以告诉他 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衣服被家人当了 我没有衣服穿 冬天来的 新年 没有衣服穿 我自己就穿下季校服 走出街 这个就是我这样的情况 但是当我信耶稣 听耶稣话的时候 神就将我的命 是完全改变 是真的 神的福气 一直淋在 并且是 来到我身上 有人跟我说 他说他愿意帮助我 去外国读书 是让我有很多机会 很多方面的发展 神都可以祝福大家 不是每一个 你听耶稣话 神让你去外国读书 未必的 不过不要緊 无论你的路是什么 神都可以祝福 圣经讲的说话 我希望大家懂得用这个经文 稍后可以用这个经文 去解释给别人听 诗篇139篇16节 我们一起读 我未成形的体质 你的眼早已看见了 你锁定的日子 我尚未到一日 你都写在你的策上了 神啊 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 其素何等众多 我若数点比海沙更多 这里讲的 我们未成形的体质 神已经看见 即是我们在母亲怀胎的时候 初初的时候 只得最初一个细胞 慢慢变了 几个细胞 多一些细胞 但是都是一批东西 是未成形的 但是神已经认识我们 其实神在我们未曾 母亲未怀胎 已经认识我们 神认识我们每一个 我们肯走耶稣的路 跟从耶稣 神所定的日子 我上面的日子 已经写到你的策上 当我数回我的日子 我真的看到很多神的祝福 神透过不同的人祝福我 亦都透过我祝福很多人 我多谢祖先指妹分享 有些人上网看我的影片 有一些旨友有一个姐妹跟我说 她说她也是上网看我的影片 其实也有不少人 有一次我去到个聚会 我站在那里 跟着有个人 缩在一个人的后面 我在问她 是否二牧师 我说我是二牧师 我听到他说 我是二牧师 她说我在网上看到你 原来是你 其实我完全不是夸大 而是说神可以使用我们 其实我小时候告诉你 我是不懂得笑的 为什么呢 小时候经常是骂和打的 家里是骂和打的 家里是没有笑的 在小时候和人交往是有困难的 但是神也改变我 是我去到教会 很大改变 我去到教会第一天 我大过的时候 小时候我都去过的 但是那时候不太明白 大的时候就去教会 我就和那些人分享 我就发觉他们个个都看着我 这件事很特别 为什么呢 在家里说话是没有人看着我的 没有人留心听的 在学校也是的 那些人会笑的 但是当时来说 那些教友看着我 我很深刻印象 就是说在教会里面被人看重 也都学习到和人沟通 我还记得第一次我出外传呼音 当时我们的牧师教我们 训练我们出去传呼音 我就出去传呼音 我第一次一传 立即是很流畅 是我和以前说话是完全不同的 因为我小时候经常说话会断断断断 因为我怕人们不听 所以说到半老了就停了 但是从那时候开始 我说话是完全改变的 我还记得我回来香港的时候 我爸问我一句话 他说你说话这么脱落 你为什么要做牧师呢 他问我 但是其实当时我已经很大的改变 这个是 如果你小时候见过我 和我现在见过我 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 就是神所定的日子 我们上面到了一天 神已经写了你的策像 所以我希望大家 每一个信耶稣的人 你看回你的命 你信了耶稣之后 神做了多少样东西 在你生命中 你就记神 那你就日后告诉别人 我以前是这样的 我以前有这么多困难的 但是神就帮助我 那我就一路一路改变 神又在我生命中 定义去祝福我 所以我前面的路就一路改变 所以在这里你可以和别人分享 譬如如果你用这里 那我们怎样分享呢 我示范给大家看 譬如这位是陈先生 假设陈先生 陈先生 你知道吗 你未出生的时候 在你妈妈肚子里面的时候 神已经识得你的了 他识得你的时候 他已经将你的生命 写在他的生命冊上了 写在天上 你肯信耶稣 听耶稣说 那些计划就会成就 你就会成为一个伟大的 因为神写的计划 是一定是好的 他是会祝福你的 他会提升你的生命的 那你这样告诉他 他开始相信 如果他愿意相信 原来你的生命写在神的生命冊上 有很多人就觉得 他的生命是不好的 但是神就可以将我们的生命完全改变 有一个没有盼望的人 在我小时候 其实那个生命是没有什么盼望 其实我又讲一些 其中一些故事 其实我们大家都可以讲一些故事 去鼓励人的 其实曾经我在学校读书的时候 我感谢神 神也是给我读书 在一间好的学校读书 当时有一间银行来招 我们的学生去 去他银行那里做工 当时有20个人去见 他叫我们 总之有面试有不试 各样的东西 考完之后 有两个人被选 其中一个就是我 在中五的时候选了我 这样选了我 家人很大期望 因为家人经常都赌钱的问题 所以经济不稳定 所以家人很期望我 然后就一直赚钱 如果我当时一直做工 我今天不是牧师的了 因为就在银行那里做下去 但是当时神给我的勇气 当我在那里做了两个月之后 我发觉我会考的成绩 是可以进入园校读 成绩六 我就没有询问家人 如果我询问家人 是没得谈的了 我是即时辞了职 辞了职后才告诉家人 家人大闹一顿 有没有搞错 你去读书 你应该赚钱 但是我感谢神 因为我这个决定 所以以后我有机会 后来也都在我读中六的时候 有机会听到耶稣 然后我相信耶稣 所以耶稣之后 神就为我开的路 是完全跟以前的不同 以前的我对于我前面的路 是没有什么信心 没有什么把握的 但是当我相信耶稣之后 那条路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用你自己的故事 去分享给人听 你的命写在你天上的生命册上 待会大家练习 用这个经文 我记得 而且你可以记住139 139天十六节 神已经将你的生命写在册上 那你写了什么呢 十七节 你可以问 你知道写了什么 十七节 你可以问他 你写了什么 那些意念是什么 是何等宝贵 他不是说 你真是没用 你真是蠢的 你真是没有前途 不是这样 他写是很宝贵 因为神 圣经有讲到 他讲到 他能够拣选那些愚绝的人 叫那些智慧的收睿 人认为他蠢的 但是神可以叫他 令到那些智慧的人收睿 还有简算那些软弱的人 叫那些强壮的收睿 好像很软弱 但是神会使用他 令到那些强壮的人 都觉得收睿 神向我的意念是很多 我在一生我看回头 神给我的意念真的很多很多 我所接触的人 给我有很多好的影响 很多好的帮助 我接触过有不好的人 不过那些不好的人 就让我学习到 不让人影响 为什么不让他影响 那些好的人 我就在他身上学习到好的东西 让我一生有很大的鼓励 很大的激励 整个生命就提升 我们每一个都可以了 有些人说 我信耶稣不是像你那样 那时候 十九岁 我现在都几十岁了 几十岁 还有没有机会 那你跟他说 还有机会 神仍然可以使用你 无论你有剩下多少时间 就算一天在地上的时间 神都可以使用你 让他知道 你的命可以转好 那你都可以除了记得自己的生命 也都可以记得其他人的生命 就是有些其他人的生命 怎样改变呢 你就可以分享给他听 其实在我们中间 很多人改变 譬如这位姐妹 她分享 她之前来到我们分享 说的怎样呢 她又离婚又想自杀 是很有 有癌症 就是什么不好的 都在她身上发生了 那如果普通人家说 我这条命很苦 很苦 很黑 但是她一点都不觉得是这样 她现在都不知多开心 就是在这样的困难的情况 又癌症 又离婚 又想自杀的情况之下 居然可以将她变为一个开心的人 祝福人的人 你说是很大的恩典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说 就是不要定了自己的命 你是没用的 千万不要这么说 不要说那些 Self-fulfilled prophecy 不要自己说这些预言 将来应言 千万不要说我真的没用 我们说 我们的生命已写在策上 是何等宝贵了 大家用这个经文 你可以告诉她 分享一下自己 小组的时候就试试用这个经文 去分享 其实不是很难的 不是难过登天的 不是难得不得了的 是可以用来分享的 其实我也有写了一个希伯来文的字 你不记得不要紧的 定字原来原文是有塑造的意思 那些遥障塑造那些瓷器 原来神塑造 祂特意塑造我们的生命 每一天都有计划 其实我遇见过很多人 我发觉那些人在我生命中都有好的影响 包括我太太给了我很多好的影响 它帮助我更加明白人的感受 更加留心去聆听人 虽然我以前也学过很多 但是总是学得不够 在他身上学到很多 也有很多的智慧 这些都是神给我们的祝福 我也都给祂祝福 祂又给我祝福 这些都是神赐给我们的恩典 耶利米苏20章11节一起读 耶华说 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 是平安的意念 不是降灾祸的意念 是要叫你们活后有指望 这里说到神向我们的意念 是赐平安不是降灾祸 当然人都有灾祸 因为人有不好 有些坏人 这个世界总有一些不好的东西 不过发生不好的东西 神都可以透过这些不好的东西 去祝福我们 譬如我曾经被人伤害 结果我在受伤害的时候 我就不断呼求耶稣 下来的日子 多谢耶稣 求主耶稣 释放我的灵 就是这样呼叫 一路呼叫 还有唱诗歌 享受神 慢慢进入到神的同在 我刚才前三天 星期四五六三天 向非洲直播 如果你在Facebook看页目 牧师的目 你会见到我三天的直播 好像第一天 最后那一堂 不是最后一堂 总之中间一堂 我就带他们祈祷 我便离你黑盲眼 站起来放松 去赞美神 爱慕神 然后祈祷 大约可能只有两个字 时间 后来牧师告诉我 他说现在的人 个个在这里 圣灵充满 又说谎言 他现在 不能吃饭 因为他们 个个在圣灵充满 他说他都想不到 在网上的祈祷 都可以带来 那些人的圣灵充满 所以当时的休息时间 本来一个小时 都要延长 这个也是 原来神赐给我们 一个祝福的意念 赐给我们 能够祝福别人 我也希望大家 时时在神的恩典里面 深信 我前面神会有恩典给我 我越听神的话 神的恩典就越临到我身上 叫我是有指望的 另外一个经文 就是《创世纪》39章2节 这里讲到约瑟 约瑟在旧约的时候 被他的歌出卖 本来是很惨的 这就是一个真人故事 所以这个也是可以用来说的 真人故事被他的歌出卖 埋在埃及 本来是很惨的 但是后果是非常好的 我们一起读一下 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 耶和说与他同在 他就百事顺利 这里讲到他 被人捉了去埃及 那是做奴隶 但是他通常来说被人捉了去做奴隶 本来是他爸爸很疼他的 甚至给他做了一件彩衣 所以他的歌很妒忌 做了一件彩色的衣服给他穿 很妒忌 所以就卖了他 卖了他 正常人 普通人是会埋怨的 神啊有没有搞错啊 为什么你会被我给那些歌出卖 为什么我的歌这么坏的 为什么居然会想杀我又卖我 应该普通人是会这样反应的 但是他不是 我相信他一定起初都会有些少这些埋怨 不过他后来处理 其实人人都会有的 没有人说一被人出卖 那就是诸多谢天父 不要紧要天父带你我 就是没有人立刻能够做得到的 他一定都经历过那个挣扎 可能在途中去埃及一路挣扎 可能去到埃及已经挣扎完了 他就要亲近神 那么神也都回应他 感动他 那么神与他同在 他就百事顺利了 这个经文是非常之好的 就是你说 譬如有些人说 哎呀我好惨的 我的祭遇很惨的 我经常被人欺负的 我的家人对我不好的 我没有一样东西是顺利的 那么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那么你就跟他说 弱室都是这样的 被人出卖 出卖了之后 但是他依靠神 我们的神是真神来的 是活神来的 第一有圣经的证据 有预言的证据 有科学的证据 还有可以经历的证据 又可以奉耶稣名 赶邪灵 还有那些人死过 居然救了 救了之后 那些医生以为他急救之后 他会说之前是没有知觉 但是不是 他说我看到你谁救我 我听到谁说话 我看到谁进来 那么那些医生就很惊讶了 当他将这个消息说出去之后 就有很多人研究 发觉原来很多人死了之后 都有这个经历 就会灵魂出竅 并且看到周围的事 证明人是有灵魂 有知觉的 另外呢 接着有些信耶稣 就去了天堂 有些人就下了地狱 就让我们看到 真的有天堂地狱 所以我们知道 这个神是真的 你信靠神 奉耶稣的命真的有能力 真的有能力祝福人 所以神就与你同在 就祝福你了 当你听耶稣话 然后创世纪五十章二十节一起读 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 但神的意思原时好的 要保存許多人的生命 成就今天的光景 这要说到后来 他的哥哥找回他 其实他初时不知道 总之去埃及那里 摔糧 谁知道就撞到约室 约室后来 主要接着 将他和他爸爸 接到埃及 后来他爸爸死了 他的哥哥很害怕 就跟他说 爸爸临死的时候 就叫你对我们好一点 约室听到 就很伤心 他说 就回答 从前你的意思是要害我 但神的意思是好的 是要保存許多人的生命 成就今天的光景 他说我会善待你们 约室很特别 他完全遥笑他们 他没有计较 他说 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 但神的意思是好的 要保存許多人的生命 成就今天的光景 所以有时我们遭遇不好的 好像不好 但其实神有他的意思 神是会祝福的 只要我们听话 所以我希望大家基督徒 都能够分享了 用这个经文 这些经文你可以就讲到 有些人说 哎呀我好惨的 那我们就可以跟他说了 我们可以看回 创世记三十八章 三十九章 看回约室的故事 然后就明白到 约室所经历的事 就可以跟他说了 你知道约室经历过 比你更惨吗 你有没有被你的哥出卖过 你有没有被人卖了做奴隶吗 你都没试过 但是约室被他的哥 卖了做奴隶 但是神依然可以祝福他的 好了 那我们先讲三个经文 大家一会试试用一下 其实不是难过登天的 你试试用经文 不要只是讲故事 试试用经文去分享一下 好了 那我们讲实际了 怎样不要被命运控制 那我们将 圣经讲 将身体献上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心意更生而变化 就能够进入 神的善良 顺存可弃的旨意 这个经文你都可以用的 如果你懂得用 那什么意思呢 我懂得有些基督徒信耶稣 不过他人际关系很差 又没有朋友 没有朋友 上班整天都被人炒鱿鱼 因为跟那些同事 整天都关系不好 那就被人炒鱿鱼 家庭又破裂 要么就没有结婚 要么就结婚之后又离婚 所以有很多人 是很惨的 他信耶稣 但是他生命很惨 那为什么呢 这要解释给我们听 虽然神有个计划 但是不是个个都进入到这个计划 谁进入到这个计划呢 三样东西下面写着 献上生命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第二 不要跟从这个世界 不要经常挂着钱 不要经常挂着世界上的东西 不要经常挂着玩 不要经常挂着幸福 反而你跟着耶稣 耶稣叫你幸福 第三 心意更生而变化 让神改变 这样你的生命就提升 其实我遇见过很多人 他们信耶稣 但是他们很惨 很不开心 很苦恼 甚至有些有情绪病 吃精神科药 都有基督徒是这样的情况 不是神想他这样 是因为他不懂得管理生命 他被人骂完 他就反反复复 天天天想一想 整天想 睡觉睡不到 睡觉睡不到 慢慢越来越有问题 然后找精神科医生 就经常吃精神科药 经常吃失眠药 吃到没办法停止 越吃越严重 他的生命就变得很凄凉 其实神不是想他这样的 所以信耶稣 我们入神的计划 神就祝福了 将身体献上 当作活祭 不要跟随这个世界 不要学这个世界 心意改变 被神改变 这样就能够入到神 这个很善良 很完美 顺全 即是完美 可喜悦的此意 其实这些经文 都不是很难解释的 大家试一下 你用到一节 或者三节 去解释 去解释到 如何我们可以 在神里面 有这个奇妙计划 而我们如何有动力 譬如有些人没有动力 我试过有些人告诉我 他曾经有情绪病 他连洗澡的动力都没有 出街的动力都没有 他常常躺在这里 他不想动 我们有四点给大家动力 第一 就是神充满爱和能力 他很爱我们 还有很有能力 他有能力改变我们 每一个 祝福每一个 第二 就是神很爱 我们个个都很宝贵 个个都很宝贵 第三 我们爱他 亲近他 遵从他 侍奉他 他一定得福 我们听话一定得福 第四 犯罪不遵从神 一定有破坏性 生命一定破坏 为什么这么多人破坏 因为他不听神话 就这么简单 四点 我也希望大家记得 很简单 就是说 神充满爱和能力 神又很爱我们 我们一听话 神就祝福 不听话 一定有破坏性 你如果记得 第一点 第三点就可以了 凡是听话 神一定祝福 祂凡事都能够祝福 所以就算你家庭不好 有些人真的家庭不好 我们都帮他重建 好像这位姐妹 我们帮他重建他生命 他生命真的是 一路重建的 我靠着那家家的力量 凡事都能做 神都能够叫我们冲破 在这个困难中 好像有一条很深的坑 过不了 但是神可以叫我们过到 我都经历过一些很深的坑 但是神都叫我们过得到 还有不被人伤害 很多人经常为何这么惨呢 就是左手边的图 被人骂了就很惨了 这个图就说 我用神的盾牌挡住 用信心当作藤牌挡住 不用怕的 他骂我不要紧的 我们都学习去聆听人 生命就被提升了 那些人 他当人处事都有困难 他就觉得自己命苦了 因为他为什么呢 他经常都是情绪化 第一点 经常都是情绪化 经常看着这些困难 哎呀 很困难很惨 就很负面了 第三 只是 你们要对我好 你们也不对我好的 经常把责任推在人身上 你都对我不好的 这样的时候 他就经常怪责别人了 第四 人对他好 他也不欣赏 神对他好 也不欣赏 第五 不懂得处理问题 很多人就是这样的 被人骂 他以为唯一的出路就是要哭 有些人是这样的 被人骂 唯一的出路就是哭 一旦就要骂他 总是用一些不好的方法 这个就是不懂得处理问题 被人骂 应该怎么做呢 放下垃圾 不用介意 不死得 他骂我这句话 在胸中已经消失了 不用放在心上 神会给我的 还有这些人不懂得反省 一世都被人伤害 永远都是受伤害 所以他永远都出不来 这个就是很多人的情况 那我们怎么建立呢 那方法就是 深信神有奇妙计划 个个都有 我们一起举一手宣告 神在我生命有奇妙计划 神在我生命有奇妙计划 神要大大使用我 神要大大祝福我 我可以进入这个计划 靠着耶稣 凡事都能做 那就是耶稣 就是深信了 第二 建立待人处事的能力 这个是需要学的 在我们的教导和小组 大家可以学到 如何和人相处 如何聆听 都可以学习的 第三 讨告和想一下 什么方法 我和人相处这么难 什么方法 其实很多人命苦 是因为什么呢 他不懂得和人沟通 他经常发脾气 他就觉得命苦了 他不懂得和人有好的关系 这个是需要去学习 去处理 去反思一下自己生命 而第四 不要用负面和悲观的思维 改变 一定有出路的 现在大家 你的心中 我想问一下大家 你觉得盼望有多少 失望有多少呢 我希望你是很多盼望 很少失望 有些人是很多失望 很少盼望 觉得自己没什么用 我希望大家是本有盼望 虽然我年纪不小 但我经常都有盼望 我深信在前面 仍然有更好的路 我总是这样相信 前面又真是越来越多路开 多谢天父 第五 用平静的心 和爱心去处理问题 不用激气 不用怒嘈 不要骂人 越骂人就越惨 越骂人自己的生命越苦 你也可以请教一些有智慧的人 如何处理生命 你如何处理人的问题 你如何处理内心世界 第七 一靠着神冲破自己的限制 如何冲破 即是说 这个建立处理生命 一会儿都可以 你在小组里面都可以分享 如何冲破这些不好的 首先用一些经文 先分享一些经文 然后接着如何呢 就去讲一下 如何处理一些 我们正面对的问题 可以大家去分享 去鼓励 如何用什么方法 可以处理我的问题 待会儿我将这一页 会展示出来 大家可以再看 和人相处都可以分辨 有些人 他很固执 你不能够用同样的方法 我们要分辨 他是什么人 不代表 不相信他不会改 但是知道 按现在的情况 他很难改 有些人很难改 求神指示 我如何不让他影响 第三 指示如何和他相处 可能善待他 可能他会改变 求神指示 用什么问题 什么问题不能处理 或者能够处理 有些人 他一世都觉得 人对他不好 你很难说服他 可能你对他好 慢慢他会改变 有些问题他处理不到 有些处理到 那我们就看看 什么处理到 求神带领我们 如何向他传呼 这些难于处理的人 我们如何帮他 这个都是需要自慰的 而帮助有些固执的人 有时相处 我们为什么 那么多人那么惨 因为老公 家人很固执 他总是固执 我为什么要 就是 仍然整天都想改变他 当然希望 但是 他总是整天都不改 我们就不要那么大的盼望 意思是 不要把盼望放在他改变 他根本很难改 我们接受他是难改的 反而容易一些 为什么他不改变 我就不开心 我们就不用那么紧张 不用那么不开心 现在很多人政见不同 人生观不同 他总是想改变我 我为什么那么生气 你改变不了他 他又要改变你 他要改变你的看法 我们为什么那么生气 不用那么生气 就是有些人不好 不用那么生气 怎么难去接受他的固执 为什么那么难呢 其实有人这么固执 我们就接受他是固执的 我怎么可以放手 怎么可以跟他沟通 有什么令他开心 可以用这些方法 跟他沟通 慢慢改变他 就是说有些人不同策略 有些人很固执 你接受他暂时是这样 去欣赏他 或者他会慢慢改变 也有时已经在恶劣环境 有些人已经很恶劣了 又没有工作 又没有朋友 又没有 很惨 你遇到这样的人 又怎样呢 这章章说给他 为他仍然有的恩典 感谢神 他仍然有屋住 感谢神 他仍然有饭吃 感谢神 有些地方连屋住也没有 有的东西 他感谢神而开心 第二 接受周围的人的不好 但也珍惜他们的好处 譬如他家人经常骂他 不过也有好处 也让他住 也让他吃 也欣赏这件事 善待他希望改变他们 第三 如果有什么能够挽回 什么机会 譬如还有机会去找工作 有些人就 我跟他说 现在有份工作去找 你可以做 唉 我不想做 唉 不行 我说 为什么你觉得不行 以前都被人炒鱼 现在不行 你可以 我们跟你聊天 辅导 帮你有信心 你可以尝试去 有些人 他已经没有心态 但我可以告诉他 还有机会 玩回头 这样就 建立 他 即是挽回的机会 以及建立自己 待人处事 各方面的能力 就不要追究失去 不要想着失去 即是有些人 很惨很惨 就到了这个情况 我们的生命 可以提升 我不知道大家在什么状况 其实 坐在那里 应该都不是这个状况 但可能你遇见 有些人在这个状况 我们都想想 有些人不是这个状况 不过都被一些人卡住 我们一起起床祈祷 求主耶稣帮助我们 请天父 我们多谢你 因为有时做人是真的有困难 人生是 的而且 可以面对很多困难 有时面对的人 是很难搞的 有时面对的环境 是很困难的 有时自己身体 又有健康的问题 令到很多人就很失望 觉得自己很苦 很惨 不要出路 神啊 你帮我们 逐步挽回 我们所有的 神给我们的 我们欣赏 已经有的 欣赏周围的人 对我们有好的地方 我们就捉住任何的机会 依靠耶稣 将这些机会 重新建立起来 让我们的生命 再一步提升 进入神完美计划 现在不是太迟 可以进入神一个完美计划 求主帮助我们 不要觉得自己的命很惨 而是觉得 其实神有计划 我今天可以进入这个计划 在这一刻 我给大家一个反思的时候 大家想一想 到底你的生命 是不是有些事情 卡住你 以至于你觉得自己 都很惨 或者总是在困境里面 去不了 向前 不能够向前去 你就求主耶稣 軟化你的心 耶稣我需要你 也都求主帮我们 懂得如何 将对某些问题 放手 可能有些人 执着一个问题 整天都 哎呀我整天都是这样的 很惨的 我们试试放手 不一定是这样的 这些问题可以放手的 我给大家反思一下 如何将这些问题 放下 从这个黑洞走出来 从这个黑洞走出来 我们都去认识你 接受耶稣做救主 也有很多人相信耶稣 但是不懂得管理生命 不懂得管理人际关系 不懂得管理内心世界 经常执着一些问题 经常执着一些问题 以至被一些问题困住 求主帮助我们 看到耶稣的恩典 靠着耶稣 用神的话语的方式 神的话语是有信心 相信神的大恩大爱 以靠耶稣而得力 去胜过问题 不被人伤害 不被人影响 靠着耶稣 处理我们内心世界 叫我们能够平稳 安静有力量 向前去 触实已有的机会 提升我们生命 求主帮助我们 与我们同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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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